我们又可以在一起共同来学习感受殊胜的伟大的妙法 今天我们接着学习论词 论词上节课谈到了 怎么样来降服词 怎么样降服词 今天我们接着看 其中的一个方法 也就是借助佛菩萨的愿力 功德力来降服词心的烦恼 众所周知 依据佛经义理 只要众生的身口意义 与佛菩萨的殊胜愿力 以及功德相契合 自然就是牵住祈求牵住印 特别是对于那些自己的智慧力 精进力 定力不够的那些人实在无力来枯竭这些吃孩的众生 那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更为殊胜 同时也要明白 烦恼产生一种特效 那就是当局者谜 旁观者亲 仅靠自己 是难以冲出烦恼魔的包围圈 那么依靠佛菩萨的殊胜愿力 功德力 那就轻松很多 就如同坐上了顺风车一样 省时省力 又方便 又快捷 大家坐过顺风车就知道 就知道了 那是省时省力 又方便 又快捷 根据佛说 佛明经中提到的 降伏吃自在魔 降伏吃佛 还有离吃佛 降伏吃自在佛 降伏吃佛 离吃佛 离吃行佛 离吃功德 身亡佛 他对众生降伏一切与吃烦恼 就是很有加持力的 顾民思义 因为他们的愿力 就在名号当中表达出来了 自己可以这样自成祈愿 以及发大使愿 甘欢喜的承接佛 所有愿力的接受 敬危来记忆 在自己身上完美的展现 同时也形成与佛 一致的大愿 管恒奢受一切种身 一旦降伏了于吃烦恼 就可以达到 即便是当局者 也不迷惑 就对自己的事 你不再迷惑 不像我们现在 看别人的事 我们心情之途 看自己的烦恼 一塌糊涂 那么另外 佛说宝与经中也提到 毕与菩萨 明指一切盖 何故菩萨而受此名 若诸有情 闻其名之 则能断除诸葬解父 明指一切盖 由此可见 指一切盖菩萨的殊胜愿力 又叫 指一盖在其他经典上 又叫做除盖障 所以这个除盖障菩萨 指一切盖菩萨的殊胜愿力 它就可以帮助加持 一切有情众生 就包括我们在内 能够断除一切烦恼障 业障 暴障 等一切诸葬 烦恼 缠辅 如果常常祈求 此菩萨的慈悲愿力加持 令自己及其众生 皆能够闻其圣名 乃至礼拜恭敬供养 即能断除一切痴心 即一切诸葬 烦恼 缠辅 佛菩萨愿力很殊胜 特别是这一尊除盖障菩萨愿力 更为殊胜 但是大家要知道 我们是不是瞧他断除 他就除盖障 除盖障 盖障 都除了 我念了 也供阳了 也供敬了 也礼拜了 他都除了 我就真的烦恼都光了吗 也不是那样的 因为下一秒钟 下一分钟 你又开始追谁妄想呢 你又开始追神 那些愚痴 无名去造业 所以他又来了 新的业又形成了 除非就是你不再造 你祈求了 祈求了 除非上不是加持 确实把你的这些 所有的烦恼业席都给你搞光了 而且你从此绝对不再造 能做得到吗 能做得到 那你除烦恼 除盖障 就真的可以清净 真的有望啊 还有 《要是留的管如来本院公的经》中 也有记载这一段呢 原文就是我们共同看一遍 若诸有情 千团极度 自战回他 当舵三恶去衷 无量千载 受诸 惧苦 获得为人 身居下贱 做人奴婢 受他欺义 恒不自在 若喜人中 曾闻 世尊要是留的管如来名号 由此善因 分今复意念 至心归一 以佛神力 众苦解脱 诸根充立 智慧多温 恒求圣伐 常遇善有啊 永断魔眷 破无名可 破无名可 皆烦恼和 大家看得清清楚楚了 就这一阵佛 就是这个愿力 能够破除我们的愚痴 妄想 解脱一切 生劳病死 悠悲苦恼 等等 一切诸苦 一切烦恒 这里也提到了 要是留的管如来的 殊胜愿力 与加持力 用断魔卷 魔 包括五音魔 以及烦恼魔 就是贪 色色 想心识 以及贪 人生慢疑 这个魔卷 都包含在内 特别是这个 妄想魔 妄想魔 它既属于 五音魔 也属于 烦恼魔 两者里面都有 所以它是降服烦恼的关键 也就是说 当下就看你 你在想什么呢 是想智慧 还是想 愚痴呢 你是正确的想 还是错误的想 由此可见 借助要是 留的管如来的 殊胜愿力 也可以完全 可以枯竭 破尽众生 如绵绵不断的河水 那么多的无名烦恼 因为众生的烦恼 就像烦恼河 什么叫烦恼河 大家看河水 它是偷偷不绝 绵绵不断 我们的烦恼 就类似于河流一样 所以叫烦恼河 如果不是自己 有特殊的智慧 绝对的智慧 或者说 依靠 如果不是自己依靠 这个佛博上 殊胜的愿力 我们是很难 降伏烦恼的 特别是这个愚痴 愚痴 经典中一提到众生 就叫愚痴众生 提到愚痴众生 是频率是最高的 由此可以看出 这些佛婆少 都有淡出众生 愚痴烦恼的愿力 能力 以及功德力 只要我们 与他们的愿力相应 就一定可以与他们的感应 道交 降伏一切的愚痴烦恼 这是关于如何降伏愚痴 里面所谈到的多种方法 一共是我介绍了十种方法 是不是每种方法都要去用 也不一定 你只要运用其中一种就可以了 在真正实践修行的时候 只要掌握一种方法 就会破除所有烦恼 为什么介绍这么多 一方面是我与大家学习的 这个必要性 有这个必要 因为大家根基都不一样 每个人的爱好不一样 因缘不一样 上根不一样 那么你听说了这十种方法 自己就可以借助 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因缘 意乐 根基 去选择其中某一种 或某两种就可以 学习要广 要多文 真正的实践修行 要一点一点的修 一行一行的来 就可以了 好 第六章 大臣行者如何远离于此 发挥佛子佛见佛智慧 来救护众生 菩萨 所以说他就会时刻运用佛的智慧去看待一切 佛言 看天笑 永断痴心 同时他还要积极的发挥 佛智佛见 佛智慧 来救护一切众生 令他们永断痴心 那具体应该怎么样修 怎么样做呢 菩萨 他不会去 如同众生一样 总去想象 总去想象 众生就是靠想象而活 他不想象 他不妄想 众生他就活不下去 他不依靠这个想象 菩萨他不依靠这个想象 他是用智慧照料 因为他有智慧神童 他看到一切 当下就能知道 他的过去是什么 他的未来是什么 当下这个又是什么 明明了了 当下的因缘 未来的古 过去的因缘 他都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了了 所以说菩萨 他不用想象来看待一切 他不是靠想象过日子 他是用智慧来看待一切 或者换句话说 他用逻辑来看待一切 他用逻辑来看待一切 他所说的 他所做的 全部是符合智慧 全部符合逻辑 就不像众生 那众生呢 众生界 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智慧 什么是逻辑 所以他活得很无奈 很愚痴 就类似于神经病似的 但是他并不认为 自己是神经病 他不知道啊 他看别人 像神经病 看自己正常人 因为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一般的 都是维护自己的烦恼 维护自己的妄想 所以就很难见到 自己的问题啊 另外菩萨他要不要想呢 他要不要想 他要想 但是他不去妄想 他这个想 他不是妄想 他是自想 他是智慧的想 也就是说 他是想智慧 他不是想那个虚妄 就是他以佛法去想 专门的去想 对自己 对众生 都有意义 有利益的事 他只有正思维 没有邪思维 每一个起心动念 他都是正念 没有邪念 都是离苦得乐的 因为他深刻的觉悟到了 妄想都是百分之百的 对自己 对他人都有害 而且毫无真实意义 毫无真实意义啊 才能够欢喜地发挥正心 去利益一切众生 他是怎么样的去想呢 他 于教诲者生五欲想 于知足行生五病一想 爱乐求法生妙要想 于举罪者他生两要想 是欲诸根 无有懈怠 是故民喜 菩萨修习的时候 他这样想 这样想就是智慧的想 所以菩萨他总是充满着欢喜 而且能够令众生欢喜 有以上经文就可以知道 菩萨行者 他就是活在智慧觉悟当中 所以说法喜充满 常一正念正见去看待一切 让自他皆能舍离一切 皆想到心到见到 乃至种种的颠倒 因为众生是点点颠倒 处处颠倒 所以他有种种的颠倒 另外菩萨真行者 更不会用斜剑 去伤害一切种生 相反的 他是以正知正见 实善道来救护一切种生 正如大方广佛《欢迎经》中说到 驻于正道 菩萨他是驻于正道 不行瞻仆 什么瞻仆 打挂算命 是吧 不取恶解 他心见正直 也是无狂无禅 他与佛法身三宝 能够起决定的信心 常做事念 我应当远离十部善道 以十善道为法远远 十善道就是我的花园 就是我应该游历的花园 我就应该在里面爱乐 就应该在里面安住 我就应该喜欢它 就安住在里面 不要刨出来了 不要刨出十善道的花园 我就应该自住其中 而且亦劝他人 另住其中 这里非常明显的体现了 菩萨的自立立他的精神 也就是说 他不但自己安住十善业 也要让别人安住十善业 他不但自己要享福于痴 妄想 也要让众生降福于痴妄想 菩萨发心就是这样的 菩萨曾行者 还会如同 大佛顶首 那样去行持 将此妄想根源 心得开通 传世将来末法之中 诸修行者 令时虚妄 当时佛就交代 嘱咐阿难尊者 愿他将来把这个 能验经法门 也就是说 什么是妄想 什么是妄想 什么是妄 什么是真 这个法门 传世末法之中 诸修行者 也就是我们 愿我们这些人 愿一切众生 都能够认识 什么叫虚妄 什么叫虚妄 这世间的一切 都是虚妄 除了自信之外 都是虚妄 让他们都能 深厌自身 让他们都能 深深的讨厌 自己的 这所有的一切 包括你的烦恼魔 无音魔 很讨厌的 他不是 不要去爱乐这些 不要去贪恋这些 而且只有涅槃 不练三界 让他们都知道 有一个真实的 不生不灭的涅槃自信 让他们 也不贪恋 这个山界 也就是说 通过 积极鸿法 令众生知道 妄想的虚妄性 他不再受欺骗 知道有一个 不生不灭的自信 不要再留恋 三游离的 一切人事物 为什么 三游离的人事物 我们不要去留恋呢 你能留恋得到吗 能留恋得到吗 这一生 你看看 我们身边多少亲戚朋友 现在已经不在世间了 我们能留恋得到吗 没有办法留恋得到 因为他是虚妄的 他都是一个个妄想 你怎么能留恋得到呢 你没办法留恋得到 就算是留恋得到 那也都叫 水中捞月 水中捞月 万万年 捞到了吗 从来没有捞到 但是他认为捞到了 他没有捞到 他认为了他捞到了 这就叫鱼词 这就叫鱼词 我们学习佛法 就是破除这些鱼词 既然知道 他是虚妄的 不可以得到的 根本就捞水中捞月 捞不到那个月的 那么我们就不再捞了 不捞就是的了 很简单 不捞就是 歇迹菩提 歇迹菩提 菩萨心态 他还会示范 实时依佛智慧 来利益主身 令众生停止 追随妄想的脚步 坚决不再 用妄想来败坏自己 他不再追随 不再随他 来自我摧残 自我败坏 追随妄想 就是自我残害 自我败坏 所以菩萨成行者 他不但要知道 痴心等烦恼的过患 具足惭愧 降服痴心 他也不随痴心 去伤害一切众生 同时 他还要欢喜 积极主动的 运用正知正见 去救护一切众生 推而广之 就是菩萨 他会积极主动的陪伴 救护一切众生 带领一切众生 早日养成 无痴等善业的习气 完成 离狐得乐的 伟大事业 因为菩萨 深知 真正离他 是自己的责任 与义务 那才是他 真正的幸福感 与成就感 只有离他 菩萨才能 有真正的幸福感 他不离他 他就找不到幸福感 也找不到成就感 但是众生 众生 他就是自立 自私自立 他就有幸福感 他就有所谓的幸福感 有所谓的成就感 其实他被妄想骗了 他被妄想骗了 他被自己的愚痴给骗了呀 因为为自己自私自立 你只能是越来越少 越来越了 纵上所述 菩萨城行者 他能去了解 认识吃 并且享福吃 是极其的重要 也是势在必行 而且作为一名菩萨城行者 不但自身 他要降伏烦恼 让自己的身心 早日清静下来 还应该本拙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制度无虑的智慧 胸怀 静力与志向 不忘初心 大慈大悲 坚定勇敢的 进入五卓恶事 来到众生的身边 正所谓 五卓恶事 事先入 这是随法的愿 大家还记得吗 那是大悲誓愿 耐心行持不失 碍于利行 同事 四思法 来陪伴 施寿 施化众生 时不时地 看尊实际因缘 来为众生 熏陶 渗透 佛知 佛见 佛智慧 最终 令他们 也能够 降伏吃心 等一切烦恼 乃至 就近的 降魔尘道 离必尽苦 得 就 尽 乐 好 我们再接着来 第七章 结论 最后的结论部分 吃烦恼 它是一切众生 以及修行者的大愿 能破坏一切好事 善根等功德与能力 也能带来灭顶之灾 众生的每一个念想 它都是妄想纷飞 都在造魔业 它是那么的虚妄 同时也是大欺骗 也是大骗子 也是大破坏 修行者 他就应该实时警惕 不能上当受骗 那么作为一个修行者 或者菩萨成行者 降伏 以烦恼 势在必行 养成无痴 等善业邪气 欢喜 积极的发挥 佛知佛见 慈悲习神 救护一切众生 让自己成为 一切众生的坚实依靠 坚实的皈依之处 早日清静起来 自在起来 完成另一切众生 皆能离弊尽苦 得救尽乐的伟大事业 好 这篇论文我们就 完整的学完了 我准备了一点 业余的话题 供大家参考 这是最近 与顾问在探讨的时候 有几个重要的话题 今天与大家共享一下 好吗 我们不去发挥愚痴 却发挥智慧 应该怎么说话呢 应该怎么说话 前不久 前不久 看到了 就看了一下 拜年老师恩赐的一个视频 里面呢 谈到了两个人物的说话 一个是特斯拉 那个AI视觉总监 AK离子留言 然后呢 是马斯克总裁 一分钟之后的留言 我们来体会一下 他们是如何的发挥智慧 不去发挥妄想 于此来面对这个离子 来面对这些分离分别 好 这个人物据说 按照视频上介绍 这个AI视觉总监AK 他是 他原籍不是美国人 原籍不是美国人的 他是一个天才 是一个天才 特别是在自动驾驶方面 在这个特斯拉 自动驾驶 这一块 他是一个专家 是天才 他说 过去五年 我很高兴 能够帮助特斯拉 实现目标 这一次分开的决定 也是艰难的 看到 这个自动驾驶 从车道内 进化到城市街道的变化 我期待着 看到更强 更大的这个自动驾驶团队 他在表达什么样的思想呢 在表达什么样的智慧 还是在表达什么样的愚痴 一分钟后 马斯克留言 他说 感谢你为特斯拉 所做的一切 和你一起工作 真的是荣幸了 所以整个高人的对话 他们都在感恩 都在感恩 都在感谢 都在表示着欢喜 都在表示着荣幸 当时我的感受 是这样的 我说学生长见识了 大开了眼界 无尽的随意赞叹 两位极平高人 分手时的高贵爹的风范 真的叫心心 悉心心 大家应该听说了吧 心心 悉心心 确实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再好的缘分 也有分手的那一天 那么在分手之际 两位高人都展现了 也塑造了自己 高贵典崖的人格 一个是以自己 能够为别人实现目标 成全他人的利益 而感到开心 高兴 还在同时 还在祝愿他人 有更美好的未来 祝愿他的公司 有更美好的未来 也就是在为自己 又修了一个美好的未来 也就是说 他将来还有未来 尤其是美好的未来 即使分开 也还是非常体面的分开 甚至带着一些 带着些许留恋的分开 没有一般烦恼的打工者 分手时的那种怨恨 那种纠缠 那种不满 一个是只有感恩 荣幸 认可与尊重 真有无产无复的大家风范 真是大气又谦卑 柔和的世界首富的顶级老板 也在为自己 又修了一个美好辉煌的未来 惨愧学生 只有无尽的学习赞叹 愿我提起众生 也有他们如是的 乃至更高超的品质与风范 当时班尼老师说 就应该知道 成就者的品质是什么 败坏者的品质是什么 所以刚刚我们见识了 什么是成就者的品质 两位高手 两位高手 他们都向我们展现了 什么是成就者的品质 是深深受教了 誓愿我及其众生 早日成就 一切成就者的 一切品质 愿理解败坏者的一切品质 好 这一段 我与大家分享一下 好吗 我发过去 你们愿意忏悔 愿意发愿 那就感谢大家了 是的 高人 是说的 思愿一切至 而无烦恼过 好 我们看下一段 恒顺众生 我们经常说要恒顺众生 但是有时候恒顺不下去 为什么 因为众生都是搞烦恼 你越恒顺 你越把他当人 他越欺负你 他越欺负你 大家发现没有 他越不把你当回事 甚至他越跟你瞎搞 那么这里我们掌握一个要诀 就是恒顺众生的要诀 主要是一悲而恒顺众生 你要有大悲心 你要有大悲心 没有这个大悲心 你恒顺众生 恒顺不下去 那么这个有大悲心 去恒顺众生 将来你知道 这样的结果是什么 将来你可以成就 无上的菩提花果 因为你知道 这个大悲心 就是像水一样 去滋润众生根 众生就像菩提树的树根 大悲水 大悲就是水 你知道 有这个因缘 必然将来结 无上菩提的花果 一想到自己将来的果 很殊很殊胜 而且是成佛的果 那么必然 这个大悲心 你就能够依大悲心 恒顺众生 你就能恒顺的下去 要不然搞两下 搞三下就烦了 就不干了 我不跟你扯了 我就不干了 我就不干了 我就不跟你扯了 当时班尼老师说 你依悲 要依这个悲 就是以大悲心 而恒顺众生 就能令众生 就能令众生欢喜 那么令众生欢喜 则诸佛如来欢喜 关键词就是一个悲 你时刻这个悲在 这个悲心在 给为众生 拔苦的心 永远不能变 你才有这个恒顺众生 产生这个效果 最后众生才能恒顺你 什么叫恒顺效果 最后众生都老老实实的 服服帖帖顺你 尊重你 恭敬你 追随你 你怎么说 他就怎么听 好 我们共同发个四遍 誓愿我 及其众生 早日成就 恒顺众生的要诀 以悲而恒顺众生 以拔苦的心 而恒顺众生 早日成就 以悲而恒顺众生 所产生的殊胜效果 下一段继续来 还是这个话题 为什么 菩萨他为什么 要尊重众生 恒顺众生 众生都是烦恒众生 众生都是恶业众生 他为什么尊重众生 恒顺众生 这个话题很广 很薄 很微妙 不是一下两下 能够领悟的 好 愿大家早日 能够全面的领悟 菩萨为什么要尊重众生 恒顺众生 现在功夫都没练好 一个最低的一个概念 还没有搞好 也就是说 刚才说的 你能尊重别人多少 认可别人多少 你说他那么低 我怎么尊重他 是啊 我们本来想尊重众生 想恒顺众生 自己看众生 那么恶心 那么低 那么下贱 那么讨人厌 我怎么尊重他 我怎么认可他 你忘记了 因为这样就想 就是妄想 就是烦恼的想 根本就没有 智慧现前 智慧根本没现前 无论是英国的智慧 还是这个成佛的智慧 根本没有现前 你现在 是尊重他的人 认可他的人 没有说 让你去尊重他的烦恼 要尊重他的人 认可他的人 不是让你去尊重他的烦恼 这众生 都是在烦恼当中 你不是尊重他的烦恼 只是尊重他这个人 认可他这个人 为什么认可他这个人呢 因为呀 华言经这一段 七哉七哉 无一众生 而不具有 如来智慧的下 但以妄想颠倒 执着而不正德 妄想一切自然自 不外自 直得现前 那么这一段在说什么呢 为什么认可这个人 就这一段 那么这一段 大家懂得多少呢 好 就刚刚说的 我们不去认 我们不是 我们认可众生 不是去认可众生的烦恼 而是去认识 认可他这个人 那么他这个人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他这个人 里面有什么内涵呢 这就是关键 这就是关键呢 反正我们先法院 事愿活及其众生 朝日成就 尊重众生 不是去尊重他的烦恼 只是尊重他这个人 认可他这个人呢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人不是一般人 这个人他可不是一般的人 他是什么样的人呢 这个人他什么样的人 我们进入下一个话题 也就是说 众生都是烦恼众生 都是妄想众生 都是夜袭 同的众生 那为什么要恭敬众生 要尊重众生 要认可众生 甚至有时候还要谁顺众生 为什么 要恭敬 要恭敬尊重认可他呀 还要谁顺他 为什么呢 刚刚有的同学说了 要什么自信 这仅仅是一个方面的 这仅仅是一个方面 注意了 这仅仅是一个方面的 真正来说有三大方面 哪三个方面呢 大家还能记得吗 哪三大方面 有三个方面 他这个人包括着三个方面 哪三个方面呢 这就是要点 这就是关键点呢 好 我们来看 也就是这个人包括着几个方面 包括着他的自信 他自信本具的一切佛的智慧功德 以及他未来可以成佛 所以这里不仅仅涉及到 大方广佛华言经 而且我们还要联系到法华经 我们要恭敬尊重任何众生的自信 以及他自信本具的一切佛的智慧功德 以及他本来可以成佛 这三大点你要知道 所以要知道这三点 要精通三部经 最少要精通三部经 一部就是能言经是根本 因为能言经讲了 什么是你的自信呢 什么是如来诈 什么是涅槃的妙明真心 能言经没过关 第一关自信 你就过关不了 这个要在自己的生意经当中找到 不是说明词 不是在那背经书 现在我们在自己生意中 大家都能找到 我们这个零零光 零零招招的自信 零零招招的自信 他是时时刻刻都在 都在发挥妙用 就说你不会发挥妙用 他也是零零招招 他本身就零零招招 寂静妙堂 常乐我尽的 所以我们首先发个愿 而恭敬尊重任何众生的自信 自信本具的 一切佛的智慧功德 以及未来可以成佛 这三大块 这是我们应该 这是我们应该知道的三大块 为什么要恭敬尊重个众生的三大块 三大块 好 进一步细化了 当时我确实 因为这个法讲过很多 但是我还没有完整的 就是破除这些无名 愚痴 所以我进一步请教 当时我进一步请教 我说我不敢亲于儒等 儒等皆当作福 你等皆当作福 我不敢亲于你们这些人 你们皆当作福 这是常不经 不是当时说的话 还有好人打他 骂他是吧 你凭什么给我设计 是吧 你凭什么都给我设计 你什么人 众生都慢心 说实话 我见到这样的人 说实话 搞不好也要照我一眼 过去我看法华经的时候 我真心想照 是啊 你这样搞什么梦理 什么意思 我都没有原理 没有理你 你就开始就礼拜我 搞我是吧 礼拜我呀 我受不了 我的慢心 我的亲事心都要升起 但是现在学多了 有智慧 有这些智慧 我们就知道 别人为什么这么做 我们应该怎么样看断 我们应该知道 他是高人 他是高人 他不是高人 他不可能这样礼拜 他不可能这样说 我不敢侵视你们 你们这些人皆当作佛 那么他那个到底是个什么原理 无非全部就是我们说的 自己放弃 尊重认可 认可对方 他有什么特殊的原理吗 就他的言行 他所说的这些话 跟他的行为是配套的呀 他的言行 他的言行是配套的 他正在修 他此时此刻就正在修这个认可 尊重 就在修这个认可尊重 认可对方 尊重对方 认可尊重 常常就被慢心所覆盖 有慢心就难以认可 大家看看是不是 我们是不是认可每个众生 往往我们不会认可 因为众生他都是烦恼众生 恶业众生 我们首先进的就是烦恼 就是烦恶业 哪有心情去认可 去尊重 去谁顺呢 是不是 所以听我话 是吧 跟着我转 我还有点心情尊重你认可你 也不过是你尊重我了认可我了 我才跟你搞两下 一看你就烦是吧 对我都没我看你就没好感 你也不说我两句好话 对我这没有什么恭敬尊重 我凭什么恭敬尊重你 是吧 关你什么人 说老实话 我们这些都要愚痴 没有智慧 那么常不清普上就给我展现了 他展现都是智慧 都是谦卑 都是柔和 所以他就能行 他就能行 他就能行 因为这里就是智慧 他就是智慧 没有智慧 因为你根本不可能去认可众生 尊重众生 你就一定会被慢心所覆盖 被慢心所覆盖就难以认可众生 难以尊重众生 但是又不能瞎认可 瞎认可呀 他那些话就跑来了 那个绝对不可以瞎认可一点点 一定是他就常不经不上 那个是最标准的 他那个说话是最标准的 谁的卖没关呢 清玉四经的卖没关 帮忙关一下好吗 好我们接着看 那么他认可的是什么呢 今天根本就没有说他认可是什么 他到底认可他什么 没有说的呀 根本就看不出来 你们看出来了吗 拜年说说了呀 他说你皆当成佛 是皆当成佛 是你将来要成佛的呀 这就是认可注意 这就是他认可的部分 那个就只说了一部分 这只是认可的其中的一部分 只说一个当成佛 也就是我认可你 你将来可以成佛 这里面有一个原理 为什么众生将来可以成佛 大家知道吗 为什么众生将来可以成佛 因为他本具自信佛呀 他的自信本来他每个人都有自信 都有自信 自信本就是佛 所以他将来一定可以成佛 将来可以成佛 这是我们首先第一个认可 每个众生都跟佛一样的自信 那么为什么将来可以成佛呢 就华言经那一段 就在七哉 刚刚我们学了 所以你将来是可以成佛 皆当成佛 他没有说你是必定成佛 就是你都可以成佛的 为什么都可以成佛 那里面又说了一个要点 就说因为自信他本来是足 如来的智慧德相 就只有一点不包含在内 哪一点不包含在内 大家知道吗 自信呢 就是报身佛 那个要自己去修啊 报身佛那个大福报 这个要自己去修 其他人就三十二项啊 都这个福报都包含在内哦 包含在内啊 都本具的 当然这个具的 是不是我们就不需要修了 本具的啊 他是本具 但是要我们去挖掘 这又是个要点 虽然他本具 自信本具如来的一切智慧功德 是吧 甚至还有一些福报 甚至还有一些福报啊 都 虽然他是本具 每个人都有 但是要去挖掘 怎么挖掘 你首先要 你首先要重音 然后要接缘 只有修音 重音接缘的人 这样的人就叫挖掘的人 修音就是去播种 法院 接缘 去训练 你去训练 去依法 去做到 先去训练 训练多了之后就能做到 有这一音 有这一缘 你就在挖掘 你这个本具的这些保障 那么他尊重的是什么 尊重他的自信 本具以佛的智慧功德 那么他尊重这里了 恭敬这里了 虽然说他现在不是 我用了一个 就将来你可以成佛 我先尊重恭敬你 虽然你是未来的佛 但是我先怎么样 要尊重恭敬 就是这块 这来自于两部佛经 要结合起来 两部佛经 那么他这个就是最规范 最标准的恭敬 尊重 认可 绝对认可 绝对认可 这绝对 而且是绝对认可 绝对的恭敬 绝对尊重 绝对认可 而且有慢心吗 而且不带慢心 他自说这样做 他此时此刻 还有一个目标 就是 还有一个目的 是要降服他的慢心 因为众生都是自以为是 都是自高自大 都是自以为了不起的 他通过这种方式 一方面认可尊重 恭敬对方 一方面在大力降服自己的慢心 那么他到底认可的是什么 除了那一块 除了刚刚说的那一块 是吧 是认可他的自信 以及他将来成佛 将来成佛 这两点都认可了 还有他本具的那些 就本具的如来智慧得性 就本具的如来智慧功德 他都认可了 就三大块 他的自信 以及他将来成佛 以及他自信 本具的一切如来智慧功德 甚至还有福报 甚至还有福报 只是那个 就是 就是 报身佛的那个福报 那个要自己修音修员去修 都认可了 他本具的那些三大点 他都认可了 那这个他就不亏 那这个他就不亏 那这个烦恼 审中不是骂他 就是拿石头打他 你知道你 我照我 大家还记得吗 法华经中当时 是不是每个人 对常佛经菩萨都挺好的 是不是每个人 都对他挺好的 不是的 当时有好多人 有慢心的人 非常瞧不起他 甚至认为 你有什么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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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我生计 那些人最后都下地狱了 但是这个时候 帝子那个常佛经菩萨 他也顾及不了那么多 因为他在积极的 慢心 这个时候就 顾及不了重视那些 他在积极的降伏慢心 同时在积极的 认可众生 众生 恭敬众生 所以说 这个时候 你撞在枪口上 那是你的事 与菩萨不相干 与菩萨不相干 好 就这一段 我们有两个大愿 希望我们能共同的发下去 是愿 我积极众生 早日成就 如同常佛经菩萨 那样的最规范 最标准 最标准的恭敬 尊重 认可众生 绝对恭敬 认可尊重众生的 自信 他自信本具的 一切佛的智慧功德 以及未来可以成佛 就三大块 自信 我们要认可众生的自信 尊重认可众生的自信 尊重认可众生的自信 本具的一切佛的智慧功德 以及 他未来可以成佛 以及他未来可以成佛 也就是说 他是未来佛 难道你不敢恭敬吗 难道你含不去恭敬吗 同样的 寺愿我及其众生 等真如来永远不要小看 善这世的加持力 佛婆社的加持力 永远不要小看佛法 小看因果 小看众生 同时深深忏悔 因为慢心而常常小看 拜你善之士 小看一切真善之士 三宝 一切善有 小看一切终生 这是我针对我自己的 慢心比较强大 搞不好来不来 就看不去这个 来不来就小看这个 小看那个 甚至包括善之士 甚至包括三宝 搞不好就生起这慢心 所以我用大愿 把这个漏洞一方面补起来 一方面来对峙 我这些我慢的烦恼 你们如果欢喜呢 你们如果欢喜 也可以如是法愿 将来大家有这些上根 将来大家有这些上根 哎呀 想要烦恼很容易 成就无上佛道也非常容易 好那两个大愿 我发个句了 与大家共享 好吗 最近还有一个话题 我提一下好吧 提一下 就是关于修行的快慢的问题 修行快慢问题 就文实修佛法 有快有慢 那么我们大家所认为的方法 我们大家所认为的方法 以及我们并不知道 也并不认可的方法 不知道 大家是不是都清楚了 好我就谈谈我的想法 因为从一最一开始 班里他就是现和尚身 当时我就是跟他学经书 就是学经书 要么就拜佛念佛了 就学这些 我没有去学什么 做事不做事的 根本就不懂这一套 当时只有一个 就是老神一个人 他到处跑腿 帮忙 为师佛跑 为师兄弟跑 只有他一个人 我们都是学佛的 我们都学佛 我们都认为是标准学佛 一走去我就要请法了 是吧 就要请法的 请法 问法 不懂就问嘛 我认为我是多么标准的学生 我是多么的标准佛法中的弟子 时至今日 到现在我才知道 那种修法是标准的修法吗 是最快的修行方法吗 所谓的记住 打坐也好 读经也好 你请法也好 念佛也好 拜佛也好 那个都不是最快 那都不是最快的方法 什么是最快的方法呢 让大家快速成绩的方法 就是为众生做事 发慈悲心 去为众生做事 为众生服务 为人民服务 真实的呀 我们不是喊口号啊 我们不是喊口号 我们是真实的 发慈悲心 去为众生服务 去维护众生的利益 这个就是最快 那么他的经典依据 经典里有两个人物 两个人物 哪两个人物 一个就是持地菩萨 一个是观世音菩萨 他们都非常快 修行很快 几乎都是从出地 出地 从出地 刷一下 冲到几地 冲到八地 当然不是一秒钟冲到八地 就是说他能够从出地顿超八地 目前经典一句 就这两个人 还有我们生活中 我们知道的中国人也有六祖大师 就是这样的 六祖大师当初去见五祖的时候 他的根基相当好 但是他只是做事 他没有去跟六祖大师去做才 去听经文法 没有 五祖大师 他没有去跟五祖大师去听经文法 去做才 他只是干什么 他只是天天砍财 充迷 砍财 充迷 一心为大众做事 说简单一点 就是别人为他修 是别人都在为他修 他自己在砍财 充迷 做这些事的时候 他也在积极地 随其赞叹 他们的修行 修行的上根 功德因缘 同时他也在积极地赞叹 他们的修行功能 也在发愿 愿意成就他们如是的 这些修行的功德 上根 乃至更殊胜的上根功德 所以 最后六祖大师 他就得到了五祖的青睐 五祖 就把一博传给他 相反 当时有一个人 什么人呢 神秀 大家记得神秀大师 那是全国有名的 全国知名的神秀大师 也是五祖 脚下的一个高手 他就是研究经典 说起经典来 那叫天花乱坠 头头是道 但是五祖的一博 为什么没有传给他 只是传给六祖呢 因为六祖真的 通过这一个时期的修行 为众生服务 为大众服务 他最后就悟到了 什么是自信 他真正的见性了 他真正的明心见性了 他真正的明白 那个妙明真心 就是他的自信 而神秀大师 他没有 他只是理论上知道 他还没有真正的觉悟到 那个心 那个心呢 就是他的自信 那个妙明就是他的自信 他还没有真正的悟到 这个在六祖堂经里都有 他说他也自己也很谦虚 他说我的那个 就是我那师兄 六祖大师 他是真正的心法传人 得到五祖所传的一波 那么所以六祖大师 六祖大师 他当时的情况 大家应该知道 他没有多少文化的 看经看不来 他只是听别人说个什么 说及去觊语 他才能懂一点 他自己没有多少文化 也没有去打住 没有去念佛 没有去拜佛 一心为众生修 一心就为众生 为大众修 而且这个是最快的 他的实践也证明 他是最快的 好 刚刚介绍了三个人物 就主要就是为大众服务 为大众服务 为众生做事 让众生能够得到 实惠的利益 你这个修行 就是最快的 就是最快的 当然你欢喜 你说我欢喜念经 拜佛 念佛 好 慢慢念 慢慢拜 你会说我还起打住 你慢慢打住 好吗 也于最后别人成了 你还在那慢慢的 还在那念经 还在那拜佛 还在那念佛 好那是你的事 我把我知道的 最殊胜的 最好的 最新鲜的妙法 与大家共享 好 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好吗 下一次我们就进入新的论文的学习 好吗 到时候我们再相会 好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 最新鲜的学习